我的地圖 我的地圖 這個現在已經整合到什麼 Google文件裡面去了 所以你可以從這邊增加 你看這邊增加的時候 你就可以找到有一個 叫做我的地圖 這個比協作平台還早進到什麼 我們的 這個雲端硬碟中 那你一定會想 我要地圖幹嘛 各位你研究可以用耶 出去玩也可以用耶 你來看我的這個 部落殼一下 我上面有我的 研習地圖耶 這裡 也就是說你今天你可以 自訂這些地圖上的內容 自訂地圖上的內容 所以這樣對我們來講 就很方便 非常方便那你看喔 我把它往下捲動之後 是 但是各有優缺啦 這是Google地圖的你看喔 我把它點一下 左邊就會跑出來了 這個左邊它就會顯示 也就是說這個是我有去過的 研習的地方 有沒有這樣就跑出來了 對不對 對這些就是你不只可以用在 像部落格啊我們的協作平台都可以用 單獨使用也可以 單獨使用也可以 這樣這些 圖標你都可以自訂喔 你都可以自訂 甚至你可以匯出 所以如果說各位你如果是在做研究的時候 其實也很好用 那另外下面這個就更特別一點 它除了有這種地圖還有時間走 也就是 你看喔我就直接從這邊進來好了 我把它開一個新的頁面 從這邊進來 你會比較容易看 因為它把時間也帶進來 所以除了像我們剛剛看到那個 我點了之後那個地點的內容以外 你可以從你的那個 就是地點的這些時間的資料 因為時間也是一種什麼 也是一種地圖啊 它的真正來源來自哪裡 就是我們的Google文件 這些資料都從Google文件來的 所以你看我把它縮小一下 好這裡我先縮小 拉下來 你先看一下 你看我點到它 點到它的時候 這時候地圖相對的也會顯示出來 也會顯示出來 在這邊 點這邊 這樣有沒有跑出來 應該等一下還要再近一點 現在是比較遠 這樣你了解那個概念了嗎 所以這個給各位參考一下 如果你想要知道這個 你可以到這個服務去看一下 那我把它放在這個 Google應用服務裡面這裡 這兩個 有沒有 我就是把我的內容 事實上都寫在這個試算表裡面 再去搭配那個服務一起玩 好OK啦 OK 然後 OK 看看 座